大家好 我是小羊哥 今天来到祖室 我再看看啊 有没有价格合适的狗 let's go 来到这边啊 这边有一条狗狗啊 你们见过吗 能叫出在这是什么品种吗 这个是喇叭多 对不对 大家都认识的 那这个是什么 有知道的吗 你还不知道看脸呢 这条能看到吗 尾巴怎么没有了 这个不是萨摩耶 也不是阿拉斯加 也不是 金毛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狗吗 三个字的啊 这叫大白熊啊 很少见这种狗狗 大白熊 这三条喇叭都挺不错的 应该有回头了 给给你咬你又不让你又不咬 这几个喇叭多是一苗做齐的啊 这样的一看就是一苗做齐三个以后全部打齐了狂犬都打过了 这个种啦啦咱说实话价格高 为什么这样的狗狗价格高 因为这样的狗狗啊 它不是双叶种的 但是它有点大松皮 这有点串了 它不是最传统的那种小鸡 这个喇叭多好多人都不懂 我都喜欢那种大肉嘴 大那个大耳朵的喇叭多 说实话 这种是 踹转 真正的喇叭多是 耳朵没那么大 耳朵是粗短 这样的喇叭长了之后有点像猪啦啦 身子可可大了 身子可粗了 又胖很笨重啊 大白熊 买来好多狗啊 这边咬我这边的灰头阿拉斯加有没有喜欢呢 看啊 这灰头这个就有点裂痕 这个好看 这个灰头好看 灰头 这是下家的灰头 22张 22张我在他家买过好多阿拉斯加了 都是灰色的 黑了灰头阿拉斯加质量可好了 而且你看这个体肥标状呢 看上去都想摸他一下 毛发可柔软了 他家养了100多条阿拉斯加 大骨色 你看这是他的 狗狗的爸爸在这里睡觉呢哈 你看 静脸的哈 脸上的毛你看啊 漂亮吗 干净的很 22张 说实话 如果要真打的话 再十五张在 十五张左右 十五张左右 还可以 价格还可以 走 咱再去前面再看看去啊 来 咱再看看这边的阿拉斯加 咱问问这边什么价格哈 老板这啥价 啊 记得 十三张 十三张哦 听到了吗 那边的22这边的十三张 为啥价格悬殊这么厉害 为什么 为什么悬殊九百块钱 为什么悬殊九百块钱 一个22张的一个十三张的 我给你解释一下哈 这边呢是狼板的 那边的熊满的 老板和熊满的区别在于得体重的悬殊四五十斤 知道吧 这个长大了一百来接一百斤左右 那个能长大一百五十斤左右 知道了吧 十三张还能再还能再讲价 还能再少 知道了吧 这样的一般的拿货价在十张左右 十张左右 最便宜的应该在九百八九百分 你们了解了吗 知道这些狗屋的价格了吧 灰桃每个股都有每个股的价格 一个狗一个价格 有没有喜欢阿拉斯加的哈 还有好多种颜色呢 阿拉斯加分为三种 一个是 这种三种颜色啊 一个是灰色的 一个是黑色的 一个是红色的 那个白色的牌白桃都和萨莫叶串出来的 知道了吧 你喜欢狼板的 还是喜欢熊满的 下方留言给我私信我哈 行 咱们今天先到这里哈